今天我们在公司做炸串 还有渣渣会的小龙虾味拌粉 洗锅烧油 先炸一下这个薯塔 颜色变身就可以捞出来了 炸一下这个手枪腿 把手枪腿也捞起来 炸一下这个劈腿茄子 炸到它这样脆脆的就可以了 好 再炸一下包菜 冰蒸菇 豆皮卷香菜 把菜捞起来 炸一下里脊 面筋 肉熟的把它捞起来 做一个渣渣会的小龙虾味拌粉 这里面一共有六包 米粉要冷水下锅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炸串的灵魂酱汁 孜然粉 辣椒面 麻辣鲜 放点白芝麻 再来点白胡椒粉 味精 鸡精 再来一勺白糖 五香粉 放点盐 拌以后我们泼上热油 米粉煮好了 老厨 先把它的酱包放上去 这个是麻辣小龙虾风味 这个是麻辣小龙虾风味酱 打开就是很浓郁的小龙虾味道 打拌一下 再放上萝卜干腌菜包 自带的花生米 还有一个葱花包 炸串刷一下酱汁 粉做好了快来吃吧 这个米粉随便拌一下都好吃 它这个酱汁里面加入了红干辣椒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又麻又辣的 你们有没有在店里面吃过小龙虾汤汁拌面 就是那个味道 你看看这个更浓郁 他们在原来那个拌酱也很好吃 咸香 拌粉的灵魂 这个也很香 它这个粉好Q强啊 对啊 配上这个花生 还有脆色的萝卜爽口解腻 哇 这个金针菇拌到粉里面 我给你们讲一绝 金针菇拌粉 是不是跟金针菇很差 大家特别挂酱汁 下午也不知道吃什么的 就可以吃这个粉 又方便又好吃